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一些学生不得不爬上一棵树才能获得互联网连接 他强调 这是有关当局可以改善的情况 毕竟为所有的学校提供互联网连接应该是政府优先处理的事项 以便有效落实沙拉越的人力资本发展 阿当波卡斯表示 在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情况下 许多老师也不得不使用自己的网络为学生提供线上教学 因此他希望有关当局也可以为老师们提供相关互联网津贴 以减轻老师们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 阿当波卡斯也提到 沙拉越目前严重面对缺乏宗教老师的问题 而这已经不是最近才出现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阿当波卡斯建议 与其派遣来自西马半岛的宗教老师前来沙拉越执教 政府不如培训更多沙拉越的老师 让他们成为宗教老师 他直言 从西马半岛前来沙拉越执教的宗教老师 都只是暂时信在沙拉越执教 他们始终会回到本身的周数 一旦他们返回各自的周数 就会面对宗教老师不足的问题 他认为政府甚至可以推出特别奖励措施 鼓励沙拉越的老师接受培训 成为宗教老师 另外 沙拉越选举到底什么时候举行呢 政治分析员南多比德米诺斯 推测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 会在明年三月份举行 他也对此进行了一些分析 认为没有一个月份比三月份更加合适了 南多比德米诺斯今天透过文告表示 随着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 已经铁定在明年才举行 那么明年距离六月份的沙州议会解散期间 也只有剩下数个月的时间 而三月份则是唯一没有任何节庆的月份 他分析二月份是农历新年 四月初则是在节月的开始 因此他相信 三月份是众多月份当中最适合进行各种政治活动 到了三月份 朝野政党都已经整装待发 迎战沙拉越选举 彼得米诺斯表示 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必须在明年六月份 即沙州议会届满之前举行 一旦沙州议会届满并自动解散 就有60天的宽限期举行选举 但是他认为执政党不会基于各种理由 在最后一个月才宣布解散州议会 他也观察到 以过去的州选举经历 大多数的选举都是在州议会解散之前就已经举行 随着沙州议会是在六月份 刚好落在达雅节期间届满 因此他预计 沙拉越选举不会落在五月份和六月份举行 基于上述原因 他很有信心 第十二届沙拉越选举会是在明年三月份举行 大马国家反毒机构 古镜分局局长沙利华表示 古镜的吸毒和毒品分销活动 自行动管制令以来有上升的迹象 截至今年十一月份 当局共接获了621宗吸毒的问题 和去年同时期相比 数据有所上升 他坦言目前还没有快速解决 本地吸毒问题的方式 沙利华主持我的治疗家庭活动上表示 不管毒贩是透过选入渠道 或快递服务的方式来分销毒品 当局都必须致力于掌握他们的方式 以便能解决问题 他指出古镜市的主要吸毒区为 甘榜达湾马来优 甘榜哈芝巴基以及马利哈花园等 同时他说当局正在搬迁 治疗与关爱康复中心 至婆罗州高原的新建筑 因为搬迁以及疫情的原因 中心重新接受吸毒者的事宜 获得产严 并会在下个月才能够恢复如常 这方面他说一共有150人等候进入中心 新的中心可以容纳250人 同时他表示根据调查 冰毒与安非他命是最受 沙拉月饮菌籍喜爱的毒品种类 当局将继续与相关单位展开联合行动 并巡逻那些毒品高风险区 沙拉月华强调 古今的毒品问题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不过当局仍会致力于使该数据进一步下降 欢迎回来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穆莎强调 政府已经明文规定 一旦商业执照 持有人将执照转交给外籍人士 有关持有人将被列为黑名单 并吊销有关执照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穆莎表示 有多名代表跟他会面 要求政府弹性处理商业执照的事宜 但他告诉他们这无法妥协 安努亚今天早上到较赖的私家镇 派发口罩给居民之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 外籍人士没有获得允许持有任何商业执照 这些执照只供给大马公民 他指出任何外籍人士想要上诉 并拥有商业执照 他都不会妥协 因为这违反了联邦的宪法和法律 而且人民已经在当前的疫情之下受苦受难 如果他们看到外国人士持有商业执照 只会使他们气馁 他希望如果有掌握了相关资讯的人 可以向他汇报 或者向反贪污委员会投报 在刚过去的新一四 安努亚穆莎建议吉隆坡批发公式批发商 停止上诉 特别是要求政府允许聘请外劳到该区工作 他说停止聘请外劳作为批发公式员工是一项政策 而且其政党也持有坚定的立场 吉隆坡市政局在10月23号发出告示 指2021年1月1号起 只允许批发公式聘请本地的员工 因此无法符合有关条规的业者 将面对执照被吊销的后果 罗佛州总警长南都爱于汉透露 警方目前已经针对有关弹米尔之虎成员 扬言要南下杀害他的情报 展开深入调查 以找出幕后的嫌疑人 根据警方接获的情报 该组织成员会从雪兰儿州南下柔佛州 杀害总警长爱于汉 为此他也促请雪州警方能够跟柔佛州的警方合作 将幕后的人士揪出 爱于汉今天代表柔州警方接领大马统计局 颁发的表扬状之后 针对早前他接受线上直播访问时 自接自己近期遭到恐吓的事 而谈到后继调查的情况 柔佛的12267名警员 率先百分之百填报人口普查的表格 成为全国的警队之官 因此获得颁发上述的表扬状 谈到受恐吓的时末 阿玉汉揭露 柔佛警察总部在上个星期 接获一名公众来电 从对方提供的情报 掌握了一些细节 根据情报 想要杀害他的是三名大米尔之虎的成员 他们都是来自雪兰儿州 他透露相关的情报非常仔细 甚至包括该三名大米尔之虎成员的住址等等 柔佛警方在接获上述的情报之后 已经展开积极的调查 同时会寻求雪州警方的协助 阿玉汉说 接获恐吓是司空见惯的事 但他不会轻看任何涉及他本人或其下属的恐吓事件 而尽管目前还无法证实这是一起恐吓案 但警方会深入调查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 自从他在今年2月离开无级阿曼政治部反恐组之后 他已经没有涉及任何跟反恐有关的事 所以不明白为什么有人重吵课题 他透露 有可能是内部在近期将公布 戴米尔之虎成员的名单 或者是有某方刻意炒作话题 但这些都还无法确定 再来关注沙拉越的疫情进展 沙拉越的抗议工作还是不能够松懈 才转为疫情绿区不到几天的古静 今天又因为一宗本土感染病例再度转为黄区 大家还得继续加油守住沙拉越 今天沙拉越一共有三宗新确准病例 当中古静有两宗以及鲁伯安都一宗 除了古静的一宗本土感染病例之外 其余两宗都是输入型病例 这也使到沙拉越的总累计病例上升到1090宗 今天古静的输入型病例是一名本地男子 他在本月19号进行检测时发现了确诊 他并没有出国时也没到过高风险区 此外他也并无出现任何的症状 目前他正在接受治疗 至于古静的另一宗输入型病例 则是一名瑞典男子 他在19号进行检测时发现了确诊 同样的他也是无症状感染者 至于鲁伯安都的感染者是一名印尼女子 他在10月30号透过打闭路的老鼠路进入了沙拉越 他在本月17号来到鲁伯安都 并在试图翻越恩沙旺边界时被捕 他在18号进行检测 并在19号发现了确诊 属于输入型的病例 目前沙拉越黄区为古静、世屋以及西连 今日有一人康复出院 累计出院人数达到1053人 另一方面 新冠病毒的突变恐怕加剧疫情的恶化 卫生部以英国收紧防疫限制 暗示我国可能也会跟进收紧防疫的措施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披露 由于新冠病毒出现变种 导致欧洲国家疫情蔓延 英国政府意识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的攀高 已经在星期一收紧了一些地区的防疫措施 他说英国新冠病毒基因组续联合会确认 新冠病毒发生次突蛋白突变 改变了新冠病毒的适应性 但是诺西山表示目前对于新冠病毒突变 会否导致感染率提高的说法还不确定 诺西山表示英国政府意识到新冠病毒突变 已经导致英国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断的提高 因此在星期一已经收紧主要城市的防疫限制措施 无论如何诺西山暂时还没有透露 我国会否跟进收紧国内的防疫措施 另外单司令诺西山也表示 前身是吉隆坡妇女及儿童医院的东姑阿兹沙医院 完成了手中儿童活体肝脏移植手术 在儿科手术服务上可说是迈向另一个里程碑 卫生部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在脸书贴文指出 一名一岁六个月的患者接受母亲的活体肝脏移植 手术过程历时十个小时 手术团队是由一般训练有素的医疗人员 包括儿科外科医生、肝胀外科医生、儿科麻醉医生、儿科医生、医生 医植调鞋员、护士及其他支持人员组成 他表示 马来西亚移植服务在1975年开始 过后便在国内迅速发展 尽管今年冠病改变了我国的卫生状况 但团队依然进行了共20次与尸体和活体相关的肝脏移植 诺西山也表扬及感激团队出色的工作表现 并希望患者早日康复 接着我们来关心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水灾情况 这两个周数的灾情持续恶化 截至下午 灾力人数已经超过8000人 尤其是登嘉楼的情况令人担忧 灾力人数已经突破了7000人 当中已干马晚线的灾情最为严重 可能重演2013年大水灾的历史 灾州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 泽阿当在文告指出 截至今天中午12点 灾州有4个县受到水灾影响 灾民人数为7179人 开放了47个苏山中心安置灾民 泽阿当表示 干马晚 农运 乌鲁登嘉楼及四兆 深受水灾影响 而干马晚 灾情最严重 共有6282名灾民 农运有531名灾民 乌鲁登嘉楼有355名 及四兆则有11名灾民 马太边境的哥勒河水位 在前晚不断上涨后 兰斗巴兰市区 今天依然作困水城 巴西马因此成为 接收最多灾离的县属 共有868人 被安顿在12所疏散中心 丹州灾离来自4个县属 分别有406个家庭 除了巴西马的灾情较为严重 接着就是刮拉吉赖 有211名灾离 入住7所疏散中心 丹纳美拉则有165名灾离 被安顿在6所疏散中心 而慌望深陷的13人 被安顿在1所救灾中心 根据水利灌溉局网页 但座兰斗巴兰的哥勒河水位 依然超出9公尺的危险水位 而刮拉吉赖的党卡吉赖水位 也超越25公尺的危险人位 州内目前有3条联邦公路 和7条州级公路关闭 或局部关闭 这些路段都在兰斗巴兰 和周边地区 新闻来到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苏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